这么大块的烟熏猪腿哦 足足有七斤重 正在节快到了啊 我们去加拿大小镇看一看啊 这边的小镇居民到底买些什么样的年货吧 今年了肯定要吃点好了吧 来一盘活泼的熟了鸡尾虾吧 454颗差不多一斤啊 12块钱 还蛮特价的 这个炒饭应该很香 这个小蛋糕看着不错 平时烤个小点心饭后吃 或者带到别人家里做客用都不错的 这个位置啊 一般超市都是在卖一些好吃的下酒菜啊 都是直接可以吃的 像一些豆腐啊春卷啊 还有一些狮子头好像差不多的样子 看上去都不错 虽然品种不是很多啊 但是如果想要在家里面涮个火锅的话 牛肉片羊肉片这些东西 还是能够在牢外超市买到的 其实如果涮火锅的话 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料买不到 只能通过邮寄从华人超市那边购买 那过年过圣诞 在家里如果看电影啊 跟别人唠壳啊 当然少不了零食了 我们看看这个干果区 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买吧 这种软糖啊 包裹啊 这样都是它重要的 是什么 每一百克一块钱 这个各种各样都来一点的 这个感觉不错 我们来一盒吧 那我看见基本上老外啊 人手一个的这个大汉嘛 感觉不错 是不是拿在手里面 就会有过年过圣诞的感觉呢 这么大块的烟熏猪腿哦 足足有七斤重 那个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去结账了吧 这个最近加拿大这个天气比较反常啊 也没有什么雪 过年的这个气氛也不是很浓郁 但是年货账量不能少啊 那今天就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merry christmas